学球乐的朋友您好 过去我们在教练板上谈了很多双打战术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综合一下 我们用一个很短的发网的女子双打的一个决战的时候的视频 来演示一下我们所教的一些概念 我们现在第一个概念就是说 你在打球的时候你在双打的时候 尤其是你要知道现在的局势你是在相持呢 你在跟对方相持呢 还是你在防守还是你在攻击 那什么是相持呢 就是对方求速不是太快也不是太慢 那这个时候就是相持的时候 那如果对方求很慢又短 那就是你攻击的时候 那对方如果说是球速很快又打得深 那就是你该防守的时候 那基本上你要随时知道你是在什么一个情形 我们现在在发网用的这个视频 是显示就是在就是双方都是在相持的时候打球 然后美国的Goth呢突然间改变了他的他的策略 他开始攻击在不该攻击的时候攻击 导致他后来失分了 然后这个就是在我们靠近我们这边的这个蓝衣服的 这个就是Garcia跟这个Emladen Novich这一边呢 他们就是被攻击的时候在往前这个人是打深了 因为他被攻击了所以他就把球打深 这个策略是对的 那基本上你在防守的时候你就把球打深 你在攻击的时候就是打空档或打对方往前人的脚下 那你在相持的时候就把球打到跟你同样位置的人 这就是我们综合的过去的这个战术教学综合的一个内容 如果您对我们的视频喜欢的话 请您点个赞支持我们 谢谢 好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所以现在两边在相持 就在两个底线的在互相拉球 左边就是Golf Golf突然间打了一个攻击球 然后Golf回来就失分了 他这一球不应该攻击的 因为他是在底线的后面 所以他不应该攻击的 但是他攻击了 然后对方防守的这个Garcia呢 他把球打深之是对的 因为他在防守 Garcia在往前回深球后 Golf相持的回球 可惜打出场了 Gar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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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cia